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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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寶 我們終於拍到這集了 就是 年度最佳麥長久 耶~~~ 原本呢我們是打算過年期間的時候再來公佈的 不過呢就有收到觀眾說 可不可以早一點公開 因為可以提早準備 就是提早去備著餵過年準備嘛 我就想說原本整理這個賣場酒呢 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在賣場也可以買得到 口味這麼不錯CP值這麼高的酒 那又既然過年就是很多我們的觀眾 採買葡萄酒的時機 所以就想說 那就提早到現在來公佈吧 讓大家可以早點回去準備 那就由我們無業配實測的這一年多以來 自費購酒測試超過 130隻的 來為大家選出我們心中的最佳賣場酒吧 首先呢第一T字是我們的最最首選 就是我們覺得如果你看到了就可以買了 必買必推 那這個T字呢幾乎是各大賣場的酒我們都有挑種 那我們就直接公佈啦 好那第一T字呢其實我們只有選出五隻酒 所以在我們的心中呢 第五名是這隻 在加勒芙買的帕斯殼酒莊 刺青女孩紅葡萄酒2019年 那時候我們的購入價是649元 欸我覺得這一隻還蠻不錯的耶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它 一剛開始是很甜美的紅櫻桃紅李 有一點點黑胡椒 有一點皮革 巧克力 有一點香草 是有酸度的 然後喝起來就是會讓你一口接一口那種 好吃的那種感覺的酸度 丹寧的話也有 但是是順的 就不會讓你覺得好像丹寧很厚重或卡卡的這樣 它也有該有的殘糖 對所以這隻以六百多塊來說 真的是會打拍滿多久的我覺得 第一口喝下去也是覺得 嗯 甜的 嗯 甜的 然後像妳講的味道其實還蠻多的 風乾葡萄的那種甜 這隻在Vivino是四分 那它就是香香甜甜的口感 然後呢 有一點點風乾葡萄的感覺 我們後來還有拍一集 都是富雅的Primitivo 但是呢 全部試下來最喜歡的 還是覺得刺青女孩是最強 也是有蠻多觀眾在我們影片出來之後就去試 然後都有私訊跟留言 這隻真的是他們很喜歡 上次推薦的刺青女孩馬上跑去買 真的很棒 上次推薦的那個刺青女孩確實很不錯 刺青女孩真的讓我很驚豔 以往沒試過的紅酒我都不敢亂買 很怕采雷 你的推薦讓我覺得好有信心買沒有喝過的紅酒 希望你能持續推薦好喝的紅酒喔 接下來 我的第四名是 這次那時候我們是在Costco買的 它的2017年的 然後那時候是買489元 喝起來是一個很中階的酒款 就是比便宜的再往上一點 我覺得它有複雜度在裡面 然後也有一半高級的味道 我也蠻純淨 紅莓果草莓 紅裡黑裡都有 有桑勝也有覆盆美 黑胡椒 香草 豆蔻 然後還有一些丹寧 還可以還不錯 我也覺得還不錯 它也有我喜歡的那種 這甘草味嗎 對 一點點酸 軟軟的色 蠻多味道的 喝起來蠻好喝的 價格 這隻你有覺得 等一下喔 我有看錯嗎 可以買 這隻呢是Vivino 3.9分 然後也是後來有觀眾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也覺得蠻喜歡的 那第三名 我心中最佳賣場酒是 美國的杜亨酒廠 亞瑟 Shadonet 2019年 然後當時我們在Costco購買的價格呢 是979 我覺得呢 這一隻做的還蠻不錯 然後我還蠻喜歡 黃檸檬 檸檬花 但有藍虎這種 就要白酸一點的 中間有一點柳橙 香草 奶油 一點點補乾 還不錯喝 也不會太酸 然後味道也蠻多的這樣 這隻呢 Vivino上面是3.9分 然後呢 Robert Parker的 One Advocate 97分耶 耶~~~ 那時候想說 哇千元以下可以買到97分的酒 那時候的那隻平飲方式 我是用盲飲的嘛 他剛開平的時候 真的有這樣子細緻又高級的香氣 那因為呢 它的香氣其實是蠻細的 所以建議是不要滴肯喝 買的話要記得要冰到大概在12度的時候喝喔 那你有什麼想講的嗎? 千元以下97分還不買棒 影片看到這邊 拜託大家花一秒的時間幫我們按一個讚吧 我們所有的賣場酒都是無業配置夠適合 所有的感想都是真心的評論跟推薦 我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跟錢 在賣場挑酒跟在家拍影片 如果你也覺得這個系列很用心的話 拜託給我們一個讚支持喔 只要花一秒喔 當然如果大家想要更加支持我們的話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我喜歡賣場系列 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認識我們喔 拜託拜託 接下來第二名是 帕斯可莊園家傳系列 瑞帕莎紅葡萄酒 2018年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是在傑森購買 購買價是900塊 我覺得這隻蠻不錯的耶 有點那種高級酒的味道 對 有高級酒的味道耶 蛤 我要哭了 好啦以風味來說的話呢 還蠻多的 我覺得這算是有點紅櫻桃到黑櫻桃了 非常成熟的麥月莓 非常成熟的紅梨 但是已經有點接近黑梨 黑巧克力 煙燻 肉味 它就是一點點touch 給它一點點層次這樣子 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在裡面 香草啊 然後豆蔻啊 櫻桃粒口酒的那種味道也有 單瓶來說我覺得也做的蠻好的 是有的 大概中高 但是很軟 好 應該說是近一年來最滿意紅酒 嗯 呵呵 酒麻瓜幾個 呵呵 這隻呢也是Bibino的四分 然後我們在推薦這隻之後呢 也有收到很多我們觀眾的喜歡 我買了你推薦的帕斯殼酒莊紅酒 真的很讚耶 謝謝你的推薦 酒麻瓜幾退 呵呵 接下來呢我們第一T次要進入第一名了 我們心中最佳賣場酒第一名是 Clarendon Hills Domain Clarendon Cirac 2015年的 那時候我們是在Costco購買這一隻的購買價是1239元 噢 噢 你啊 我覺得這一隻也是屬於可以不用Decam 真的這一隻 這一個瓶子裡現在非常有葡萄乾的味道 黑梨 黑櫻桃 黑櫻桃乾 那果汁的味道持續了非常的久 就是一直都是果味果味 剛剛那些果味都非常的強這樣子 黑桑盛 甚至有點藍莓 統味就是香草啦 牛奶啦 有一點巧克力的感覺 在沒Decam的這一杯裡面 五香粉 酸度我覺得算是油 喝下去之後不會覺得膩這樣子 我覺得酒精感是讓我覺得油比較強 但是它又有那個果味整個又跟著一起出來 你又沒有覺得14.5 你覺得還不錯啊 跟阿瑪隆的 喔喔喔喔喔 你 這一隻呢 在Vivino上面是4分 然後呢 Robert Parker的One Ever Cane呢 給它95分 雖然呢 價格上1000 就是已經1000以上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以它的味道來說 非常超值 味道呢 如果去比一些 2000塊的 34到3000多塊的酒的話 都還有可能比得過去 我尤其最喜歡 它的那個紫羅蘭的花香 濃縮到一個不行的時候 會變成有一點很像葡萄乾的那種味道 真的很精妙很高級 果然是星光元二君的酒啊 所以呢以上這五支呢 就是我們心中的必買清單 對第一梯次 緊接下來了 我們還有第二梯次 那我們會排出第二梯次呢 是因為第一梯次的只有五支酒而已嘛 那它其實也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得到 因為賣場總是喜歡輪替著 就是讓不同的酒出來 就是有時候它也不會常常出現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選出了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呢 就是它可能香氣的部分沒有到 那麼精妙 但是呢 整體而言呢 我們還是覺得還蠻不錯喝的 所以呢 也是列出來給大家 過年夠久的時候來參考哦 那以下呢 就沒有排名 為了方便大家採買的話 我們就分成一個一個賣場的來講 那首先第二梯次的 我要從大潤發的這一支開始講 法國伯根地尚伯恩秋紅酒 2018年 對那個時候呢 我們是在大潤發購買的價格是 786 這一支呢 Vivino上面是3.9分 其實這一支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香氣 差點要把它放在第一梯次 它的香氣就是有很多玫瑰跟草莓的香氣 雖然是以花果香為主 但是它的香氣真的非常有層次 欸 我覺得這一支還蠻不錯的耶 風格根本就跟一級特級是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單就一個Pinot Noir來說 它對我來說做得非常好 草莓味道真的非常重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強的花香 玫瑰 紅櫻桃 覆盆子 香草啊 然後有一點牛奶啊 有一點奶油 奶油派提的那種香氣 那後來呢 還是把它擺到第二梯次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的酸度是真的還蠻高的 而且餐糖非常低 所以呢 就是推薦給 喜歡黑皮諾 而且不怕酸的酒有囉 那大潤發的話 第二支我要推薦的是這支 法國龍河谷瓦給哈斯拉臥酒莊紅酒 那時候我們在大潤發購買價呢 是696 這一支呢 是Vivino四分 然後James Suckling的話 有給它92分 對 我也覺得呢 這一支呢 是果味統味還有成年的風味 各式平衡的一支 也是還蠻不錯的 梅底堅的那一支 我覺得比較好喝 它有玫瑰 紅醋莉 麥月莓 紅莉 黑莉 一點點黑胡椒 黑櫻桃 然後有一點肉味 香草 跟巧克力 甘草 豆蔻 如果你也喜歡南龍河的酒的風味的話呢 這支真的蠻不錯的 對啊 我也覺得這支蠻不錯的 是因為有甘草味嗎 對啊 那第三支我要在大潤發推薦的紅酒是 法國波爾多國爾中級莊園紅酒 那那個時候在大潤發購買價是 628元 2016年 這支呢 Vivino是3.9分 這支也是一支中級酒莊嘛 但我覺得不管是不是有級數 我覺得它就是一支蠻不錯的波爾多的酒 草味呢不會太腫 成年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喝的時候 它是已經5歲多嘛 它已經開始有點成年味道 那它成年的狀況也也蠻不錯的 主要是有成年的味道之外 果味也沒有空掉 我自己覺得這支2016年現在正式試飲的時候 欸我必須說這一支 我已經蠻不錯的耶 我今天吃怎麼了 我們喝過那麼多便宜的波爾多以來 我最喜歡的一支 黑里紅里 黑醋莉 黑櫻桃 甘草 香草籽 牛奶 煙燻 八角類茴香的味道 紫蘿蘭的味道 一點點的皮革味 但你也是中量中高量這樣子 然後蠻軟的 聞起來有那種 甜甜香香的那種感覺 喝起來的話 還蠻多果實的味道 整體來說是還不錯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喜歡 波爾多的這個地區的酒友的話呢 是可以買的 千元以下的波爾多終極極速酒莊 還不買吧 欸你今天每個都很猛 大亂發第四支我要推薦的是 法國皮爾夏農凱歌艾米利不甜香檳 那那時候我們在大亂發購買的話 是699 酒標上面是沒有看到年份 所以我猜它應該是NV 就是non-vintage 就是沒有年份的香檳這樣 那它在Vivino上面呢是3.8分 我是覺得 喝不難喝啦 但是也稱不上到非常好喝 就是還蠻safe的一支便宜香檳 比喻成餐酒的話 它就等於是便宜的香檳餐酒的感覺 一剛開始它的瞬間的香氣呢 是蠻有香檳感 有酵母味 有那個蘋果的這一類的味道 然後也就是說 假設你如果是瞬間喝很快 一口一口接著喝 或是你一邊喝一邊跟人家聊天的話 不太會注意到後面的事情 但後面的事情就是 對我來說味道有點單薄 我覺得它的泡呢 算不上是高級香檳的那樣 但是也不會到真的非常糟糕啦 其實還可以 這支呢 推薦的力道 我可能就沒有像上面那幾支推薦力道這麼強 因為我覺得呢 它的果味對我來說不夠充沛 但是呢 因為香檳本來就是一個蠻貴的品項 或說產區吧 然後我覺得呢 這一支呢 它以果味跟酵母味的平衡來說 算是還不錯 然後呢 酸度也不會說太酸 還可以入口 所以呢 真的要說以香檳 尤其是千元以下買的到來說呢 我覺得算是還可以 我覺得如果是以預算型買家要來買 這個價格跟味道 我覺得也是還可以的啦 那其實第二梯次呢 我們後面還有其他的賣場 還沒有講完 但是呢 因為呢 怕一集影片拍的太長 所以呢 我們這次會分成上下兩集做喔 那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會從Costco的推薦酒開始講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推薦的酒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